现在傅大哥又去买玉米了 对 因为今天傅大哥带了好多玉米过来啊 这里一大锅 然后这还有三箱 一二三 这么多 傅大哥这个卖得完吗 卖的卖不完就送 就送 便宜卖 因为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我完全不会做生意了 试试看吧 现在我和傅大哥来到了这个狠地的外申街 然后这个玉米也扒上来了 傅大哥 你怎么想着卖玉米啊 经验生活吧 这个又叫才行 不叫的话他们都不过来啊 虽然说这里人来人玩的 这个人还是不成多啊 但是呢 大部分看都不看一眼啊 别说买了 谁说看样子这个玉米不是很好卖啊 那玉米啊 新鲜的玉米啊 两块钱一个 傅大哥啊 我看他们看的不看一眼 是这个低端不行吧 要不我们换地方 换到哪里去啊 换到那里头 换一头 那一边这个 那个 那个人啊 密一点 好吧 走 我就便宜啊 现在我们挪地方了 傅大哥 嗯 我感觉这个玉米晚上不好卖 说不定早上好卖 没有什么早上 晚上 因为晚上 这个大厦都是过饭了 是不是 所以就不想买了 一不我们再看看 看到不能卖掉 不要着急啊 这个人做生意不着急啊 对对 今天这个万圣集的人不是很多呀 虽然也不少了 但是呢 已经大概有半个小时了吧 没有一个人想买的 现在付到葛卖一块钱一个 终于有人又买了 没钱 没钱 你刚才不是说一块吗 一块我亏本的 我买了一块五 那你喊一块 我说 这家是不稳定的 那我 我是开个招 第一个 两块买一个你划来 你身子买了都不够 哈哈 一会儿两块一会儿 一块一会儿 一块我给你念个小的 你要不要 拿俩一个 一个拿俩 一块拿我的目标 一块拿 我给你找网号 不容易啊 付到葛终于卖出了三个玉米 这位兄弟猛啊 他买了四五个 然后这位兄弟买了两个 那边又有一个人买了一个 看样子今天晚上付到葛卖的完了 可能是刚刚太早了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 这个人啊 越来越多了 现在人越来越多了 那里过来一个宝 看他们管不管 他们有时候管的 不让在这里卖的 这样排到老家 看神经病了 我来到我 这么久了 看孩子情色 然后这趟 依然我 不在 会 我的伤眼 对你的情景在我心间 你所说在背景 现在福岛工号又录地方了 他是那边也太吵了 然后就跑到这边呢 这边有个美女在直播啊 好像是要帮他卖玉米哦 那他能不能今天晚上 把这个玉米全部卖完 这个富大哥啊 在这里卖玉米啊 卖着卖着那个人就不进了 然后刚刚一个美女买了两个玉米啊 给了4块钱 富大哥去找你了 他叫我不能卖 我也不会卖呀 现在快晚上9点钟了 这个万圣街的话马上就要关门了 然后这里还有12个玉米呢 这12个玉米的话 可能也送出去了 富大哥 有那个熟人呢 看到那里没有 你认识吗 认识 大长 是吧 好了接过来送他个玉米吃 来过来过来 玉米要不要吃 他还不要 他不也送过去的 大长 这个玉米 不要钱 啊怎么了 你这怎么了 你这怎么了 烂地了 烂地了 玉米可以吃啊 这个玉米非常好吃的 来来来来来 你必须拿一个啊 米负他不也行的 可是我还吃不到的 是吧是吧 你看富大哥这本送出去的吗 是吧 哎 那没你没你 来来来来吃个玉米 我不要我拿不下 吃个嘛 拿不下的 拿不下 哎大长你不能拿着 现在收工了 我又先回去了 富大哥这里 还有十个玉米啊 他叔他妈妈卖啊 那富大哥那我走了 这个天也很晚了 然后这个人也不多了 所以呢就回去了